常常啊,我们会劝别人或者要求自己要精进用功 问题是,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精进用功呢? 是不是念佛、诵经、持咒? 这些善法越多越好呢? 精进的方向在哪呢? 精进啊,是原本是对质傲慢、对质懈怠的 现在却用在对质别人身上 傲慢是什么? 就是光看自己的一些优点、功德 然后升起的傲慢的心 每天念佛多少万声是不是精进呢? 每天拜佛多少拜、打坐多少之香是不是呢? 每天修多少做法、念多少辩咒、送多少卷经,算不算呢? 还是每天研究了多少佛法、听了多少经、写了多少文章、或者为大众服务了多少事,才算是精进呢? 以上这些,可能都是精进 也可能只算是与三宝、结结法源、重重未来得度的善根罢了 根本称不上是精进 有一句话说呀 老修行的脾气大 为什么有的老修行脾气会特别大呀? 是不是用功用错方向了呢? 佛教中有这么一句话 学佛一年,佛在心中 学佛两年,佛到大殿 学佛三年,佛到天边 反映了很多人学佛的现状 本来佛法三学的修持是要去向无我的 可是,如果一切的用功事行不能朝此目标而会 那么,我能持戒 我修禅定 我有智慧的结果 只不过修除一个更大的我 脾气怎么会不大呢? 然而经上的所谓精进 其标准却是 以生恶令断 未生恶令不生 以生善令增长 未生善令生的四正情 这四正情所透露的讯息是 必须随时以正念设持身心 不放逸地观察无常 中道等意 使自己的三叶运为 时时处处去向无我与实相 若能如此方明精进 每天拜多少佛 做多久禅 固然重要 可是 更重要的却是 必须透过这些事修 让自己的心智 性格 与行为模式等 鉴刺地往道上会 随时断恶 修善 自敬其意 然而在断恶修善 与自敬其意 这三方面的功夫 对初学者而言 最首要 也最迫切的 正是断恶 所谓的往道上会 在这层意义上说 正是指不断地冲着自己 那无始以来的无明 做自我检查 自我挖掘 自我扬气 与自我修正的排毒工作 这才是精进的威意所在 随时向自己的习气 自己内心的黑暗面 长久以来不敢碰触的 伤痕挑战与面对 才会使得一切事修 显得更加的有修道的意义 这正是断恶的开始 但是要把这件事呢 做得踏实 可不是容易的 那些看不清楚 自己习气在那里的人 固然不必提了 有些人要不是根本 拒绝去勘察自己的无明 习气 要不就是努力地逃避 内心的黑暗面和伤痕 终而造成人格的扭曲 与修道上的障碍 转念夜宵 若是你没有转念的话 表面再精进 再努力也没有用 这些形式上的做法 都是为了这个心 为了转变心态 为了转化这个心 没有别的目的 你诵经的时候也好 磕头的时候也好 若是没有对质烦恼 没有对质洗衣器 所做的这些都没有用 像这样的人呢 你看他整天 急急盈盈地用功 不过是从树木当中 获得虚幻的满足 树木累积得愈多 我贱就愈强 我直就愈重 表面看似谦卑 恭敬与好乐法 可是一遇到境界 分别就叠起 轻描 柯薄 乃至暴怒 一发不可恶意 真是欲精进 欲让人觉得不可亲近 这不正是老修行的脾气大 所隐含的另一层内在意义吗 这种人让人感觉全身带刺 冷漠 冷漠与虚假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面对自己的过失时 要不极力辩护 再不就是麻木不仁 不痛不痒 休了半天 结果还休成如此 实在令人惋惜呀 禅宗有一个例子 牛刚开始特别酱 慢慢地通过驯服 通过调服 他哪也不跑 根本不用人看管他 心也是一样 我们的心不清静 虽然现在学佛了 修行了 但是非常虚伪 一点都不认真 一点都不用心 虽然在表面上皈依了 发心了 文法了 修行了 忙得不得了 但是啊 心仍在散乱 一点都没有改变 没有转变 身皈依了 心没有皈依 表面上发心了 内在没有发心 都是假的 常观照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 千万莫做假精进的修行人 真正的佛法在心内而不在外 时刻保持出发心 莫向外求 真真实实的修行 真正的佛教修行者 都是在心灵的修持上下功夫 绝非以外向为重 贪图上等的衣食住行 贪图供养 追求种种神通 以神通为根本目标等等 都不是佛教的真修行 真修行 以心灵修持为根本 都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 慈悲为怀 真修行 没人我对立 是众生平等 实时助于慈悲善念中 以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为根本目的 慈悲为怀 不只是在口头上宣称 更应该在意念中 和行为上体现 在意念上怜悯众生 在行为上得以落实 方是真正的慈悲为怀 古德云啊 扫地不伤楼以命 爱惜飞蛾照沙灯 这是慈悲为怀的表现 二 精进持戒 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所在 佛陀涅槃之前告诉弟子们 佛在世时 以佛为师 佛入灭后 以戒为师 戒律是佛陀提出的 规范佛弟子的准则 以此准则而修行 就不会出偏走弯路 最终能达到成佛的彼岸 自古即经的真修行啊 都将持戒放在首位 不敢丝毫散乱 而将保护戒体 视为如生命般重要 戒律为成佛之路 故而精进持戒 可视为衡量真修行的 根本标准之一 三 平常心事道 天空处于静态清明之时 才能展现其深邃之美 大海平息怒涛之际 方能展现其浩瀚深沉的品格 同理啊 当一个人平静下来 才能见到真知 真修行是天地万物为己 没有贪着 无我无求 月静纷繁万象 终归于平淡 大道之简 平常心 极是大道 越是复杂 稀奇古怪的物事 越是偏离大道 真修行 于平常心中修道 行柱坐卧都是禅 隔须向外持求呢 四 具足忍辱力 佛陀在《金刚经》之中指出啊 他曾多生多世 为忍辱先人 修忍辱法门 有一事 割立王 割结他的身体 他也没有生起一丝嗔恨之心 仍然以慈悲之心对待 割立王 忍辱是六度之一啊 是菩萨道的必修法门 很多情况之下 可以从忍辱力 看出修行者的修为深度 一个真修行 其忍辱力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不会在世间产生各种矛盾 很多所谓知识分子 只会夸夸其谈 说得倒是很漂亮 但从来没有修过 甚至都没有思维过 这样子只会违背初衷 离佛越来越远 你不思维的话 即使是最简单的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即使是你讲了一辈子佛法 也不一定会有太大感受 因此啊 一定要实实在在地研究 真真实实地修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